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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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这样的人 三婶 你要为二妹担保吗 我 三婶 父亲 请再给我一些时间 我定会查明此事 来人 将二小姐带回军兰院 封锁院门 任何人不得出入 还有 今晚之事 若有人走漏半点风声 就是跟我整个李家为敌 是 不用担心 亲者自亲 把我也带走吧 无论生死 我都要与小姐在一起 我也是 父亲 不管事事如何 这都与我娘无关 她不该被囚禁 大哥 你也知道 七姨娘为人 谨小慎微 她不可能参与此事 就依卫阳说的吧 让七姨娘 先在我这儿住一阵子 等这件事真相大白了 再让卫阳把她接回去 行吗 三婶 我娘 就拜托您帮着照顾了 卫阳 三婶只能帮您这么多了 谢谢三婶 我 关门 你们都给我看好了 好 不准任何人进入 如有任何闪失 小心你们的性命 是 赤云柔为了害我 费尽心思 我日房夜房 还是遭她险害 这种勾心斗角的日子 到底要持续到什么时候 好 这个药能解毒 最好能留上一人 我多希望 可以脱下伪装 与你真诚相对 最近我们离府啊 真是 倒霉的事啊 一件借着一件哪 母亲且宽心 此事 我自会处理 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件事啊 我本来怀疑过阿柔 可言谈之中 似乎她又与此事无关 我也相信她 不会傻到 用伤害自己的身体 来成事 可我也相信 卫备 卫央这孩子 不至于做出 如此伤天害理的事啊 可是阿柔 屡次陷害卫央 卫央 卫央难道 真的就心宽不计仇吗 人心难测呀 况且 那个邪物 确实是从卫央的房间里搜出来的 证据确凿 我们不得不信哪 微娘希望你啊 确实查证清楚 别再让她呀 平白地受到冤枉 儿明白 母亲 您是如何将木偶 放到李卫央的房间的 这次啊 多亏了红螺 红螺 嗯 夫人 红螺啊 这次你立了大功 红螺不敢贪功 上次假扮李卫央的事功亏一篑 红螺还要感谢夫人 给红螺戴罪立功的机会 还有一件事要禀告夫人 那天在李卫央的柜子里 搜出的包木偶的布包 原本还包着一把男人用的折扇 我亲眼看见李卫央对他真是非常 想必一定是不寻常之物 那把折扇呢 拿到手了吗 在我放着木偶之时 并未见到那把折扇 奴婢也没有时间寻找 男人的折扇 一个未出阁姑娘的房间里 怎么会藏着一把男人的折扇 难道 都两天了 不知道老爷怎么处置我们 小姐 我们该怎么办啊 大不了杀出去 这是最差的方法 既然他们下定决心要软禁我们 就一定会防止我们逃出去 本以为还可以安稳一段时日 没想到大小姐又借题发挥 对付小姐 真的想不通 小姐分明什么都没做 那个木偶 怎么会出现在小姐盒子里呢 小姐 你找什么 我帮你找 扇子 难道是被他们搜走了吗 扇子 扇子 小姐 扇子 怎么会在你那儿 我整理盒子的时候 发现这个布包有些脏了 于是就重新做了一个布包 本来想做好以后放回去的 做得好 要不然的话 可就得被他们给搜去了 好 夫人 快把这解毒的药喝了吧 要是有一些余毒留在身体里 那可就不好了 若不是问荆草 若不是我以身试毒的决心 这一次恐怕没那么轻易地 绊倒那个小贱人 可是母亲 这温荆草服下真的没事吗 您之前又是吐血 又是胸口痛的 难道喝了这解毒的汤药 就没事了 放心 我不会治自己的性命于不顾的 这温荆草是经过调制的 毒性已经减半 只会让我看起来精神萎靡不振 不会伤到根本的 至于吐血 胸口疼 那只是掩人耳目罢了 只要持续一个月服用这个解毒汤药 就不会有事 那女儿就不明白了 既然红萝会议荣术 那直接让她杀了李温药就好了 然后再找个替死鬼代替红萝 不就得了 母亲也不用冒险试毒嘛 那李温药 对我们早有防范之心了 架上身边有个军陶 红萝就更难有机会下手了 再说 她刚封为安平县主 若她死得不明不白 必会引起轩然大波 你父亲也不会善罢甘休的 这对于我们来说是很不利的 唯有此方法 才能让她死得无声无息 但是父亲现在 也只是将她禁足而已 母亲要如何 让她死得无声无息啊 你放心 母亲做好安排了 我已经刻意地 将李敏德支了出去 这一次 看还有谁能帮她 小姐 我实在是想不通 这个小木人 是怎么放进盒子里的 都怪我太大意了 房里进了人也不知道 这怎么能怪你呢 趋云柔想陷害我 总能找到机会 趁我们不在的时候下手 我现在就是比较担心 她到底会如何对付我 老爷 其实我已经无碍 本来不想追究此事了 但是魏央 她竟然敢动用皇上 严禁的巫蛊之术 我担心 您会不会有什么事 我依然 我先道理 您会把你国家灾害 您可以帮你 您的事 您跟您的事 您的事 您的事 您可以帮您的事 您的事 您不认为 您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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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以 您的事 卫央 是皇上钦封的县主 如此贸然行事 一定会惹出乱子 也对呀 就算是送回了乡下 也实在是不能让人放心 这可该如何是好呢 老爷 这次您可不能再心软了 您是一家之主 理应做出决定 夫人可以放出风声 就说卫央突发疾病 等再过几天 您处理吧 老爷也是为了李家着想嘛 这件事 怪不得老爷您狠心 要怪只能怪卫央 太不懂事了 辜负了老爷一番期望 老爷放心 我知道该怎么做 你们 你们想做什么 不许伤害我再小姐 如今你们已沦为鱼肉 还有什么可挣扎的 给我搜 谁敢 李卫央 你这是因罪行败露 所以纵奴行凶 负易报复是不是 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你们已经从我的房间 搜出了小牧人 这次还想找什么 李卫央 你别跟我装傻 你知道我在找什么 我的房间 岂是谁想搜就能搜的 军堂 今天若是有人想 煽动我的东西 只管出手教训他 军堂明白 来人 在 你们 小姐 白痴 李卫央 你不是很心疼下人吗 我现在倒要看看 是你藏的宝贝重要 还是这个丫头的命重要 卑鄙 给我搜 仔细找找看 是 小姐 你看 我自己买了 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儿是吧 你买一把男人用的扇子 还私藏起来 你买一把男人用的扇子 我再问你一句 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你以为不吭声就没事了是吧 你以为不吭声 来人 把军堂关起来 严加审问 你敢 带走 军堂 军堂 把他也给我绑起来 小姐 放开我 放开我 小姐 小姐 老夫人 如今只有您能救卫央了 您可不能不管哪 这件事啊 涉及到巫蛊之罪 我纵然想管 也有心无力呀 老夫人 我们都了解卫央是个怎样的孩子 他怎么会用巫蛊之术害人呢 这明摆着 就是有人要陷害 我不是不相信卫央 可如今哪 证据确凿 连你大哥都身心不疑呀 这关系到我们李家兴王的大事 我的话呀也不管用 坏就坏在这件事啊 跟巫蛊联系着 你大哥他想掩盖压制都来不及 他怎么会大张旗鼓地 为卫央喊冤呢 老夫人 夫人已经放出卫央染病的消息 可见老爷已经做出了决定 老夫人 难道你眼睁睁地看着卫央去死吗 祁姨娘三夫人 老夫人平时有多疼儿小姐 二位夫人是知道的 你们以为老夫人真的不想救儿小姐吗 老夫人确实是无能为力呀 你们可知道 老夫人昨晚 一宿都没合眼哪 起来 起来吧 别着急 让我再好好地想想办法 看看能不能给那丫头留下一条性命 老夫人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知道 因为你 我受了多少委屈吗 你凭什么抢作我的一切 是人的称赞 圣上的封赏 还有高阳王殿下的青睐 这些原本都是属于我的 我问你 这把扇子 是不是高阳王殿下给你的 如果我现在告诉你 这把扇子就是高阳王殿下送给我的 你会很开心吗 你是不是就想听这个 高阳王殿下跟我从小青梅竹马 他甚至说过要娶我的 可是自从你出现了 一切都变了 他不承认了 他反悔了 是你 是你抢走了殿下 我再问你一遍 这扇子 是不是殿下给你的 是不是 不说是吧 来人 上子攒刑 大小姐问问不可 攒刑容易留下胃伤 要是被人发掘 那就不好了 你说什么 我倒是有个方法 可为小姐分忧 我们不妨试试插针之心 插针 那一定非常有趣 放开我 你们要干什么 放开我 放开小姐 不要伤害我家小姐 不叫啥 看你忍到什么时候 小姐 小姐 还是不说是吧 小姐 李长老 你好可怨 你的招数就只剩这些了 是吗 我来 小姐 给我 大小姐 求你了 不要伤害我家小姐 这双手多巧啊 能够舞狮 还能给老夫人揉肩 就连太子妃娘娘 也赞不绝口 小姐 小姐 不要伤害我 大小姐 我求你了 我放了我家 走 放开我 白痴 放开你 白痴 白痴 快松口 快松口 你这个死丫头 竟然敢咬我 给我打 我死里打 住手 你 白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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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手 好 好夫人 把她的嘴给我堵上 你放开她 如果你再不说实话多了 你就看着她活活被打死吧 放我什么都说 你放了她 停 这把扇子 是我在乡下的一个好友送给我的 乡下好友 难得 你在骗我 李嫦娥 你身为一个名门千金 你难道看不出来吗 这把扇子不管是做工 还是质地 都非尚品 高阳王殿下 鬼为皇孙 他怎么会用这种东西 怎么会看得上这种粗陋的扇子呢 这扇子 真是你乡下好友所赠 这上面的香猪图 是我乡下的好友亲手画上去的 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并非出自明家之手 高阳王殿下才华高绝 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这种东西 这种东西 怎么可能入殿下的眼 什么乡下好友 我看是奸夫才对吧 居然跟乡爷小民私乡寿寿 怪不得打死都不肯说 就你 也敢勾引高阳王殿下 卫阳没有勾引任何人 请你不要以小人之心 夺君子之福 你现在还这么嚣张 平时一副冰清玉洁的模样 谁知道 暗地里早就跟人暗通款取 要是让高阳王殿下知道了 对呀 我们走 百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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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样 百侄 百侄 你醒醒 百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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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 我要进去看二姐 三小姐 任何人都不能进去 你 长茹 是不是长茹啊 二姐 是我 你还好吗 让我进去 你还好吗 让我进去 快 除非夫人有命 否则任何人都不能出入 长茹 君桃怎么样了 君桃还好吗 君桃暂时没有生命危险 二姐放心 我会尽力保住君桃的 谢谢你 长茹 请你一定要帮我保住君桃 对了 这些是吃食还有药品 我为你准备的 麻烦你帮我送进去好吗 不是小人不想帮小姐 可如果小人这么做 只怕连小人的命也保不住了 长茹 你不用担心我 我是清白的 我相信我一定可以出去 你快回去吧 这要是被大夫人看到了 她一定会怪罪你的 小姐 快回去吧 要是让大夫人知道 一定会责罚咱们的 快回去吧 不用管我 那二姐你自己一定要保重 一旦有消息 我立刻通知你 没想到大夫人这次这么狠 连巫蛊之术都用上了 看来二小姐这次是必死无疑了 不行 二姐不能死 二姐还不能死 那这一次 还有谁能够救她 有一个人可以救她 白痴 小姐 小姐 白痴 白痴 你要坚强一点 我会一直陪着你 也不知道君陶怎么样 好 白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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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烫啊 这样下去白痴会死的 开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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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安平县主 你们凭什么关着我 求此理 二小姐 二小姐 我劝你还是乖乖进去吧 我现在需要疗伤的药 你要是不给 我就会闹得全家上下都知道你对我动了私刑 二小姐你吓唬谁呢 你要是敢闹你早就闹了 你不闹是因为你知道闹了也白闹 可是现在白痴 他有生命危险 是吗 那就等他死了再说吧 给我看紧点 湛明 我会记住你今天对我所赐 好啊 我等着 好啊 我等着 少爷 好在我想办法把八殿下给支开了 要是他一路跟着 谁知道能闹出多少事 对啊 这八殿下也奇怪 为何偏偏与少爷过不去啊 少爷 你到底是哪儿得罪他了 该死灵灵灵灵 你又轻薄我 我哪儿知道啊 那些天之骄子 总是任性妄为 为难一个人还需要理由吗 那倒倒也是 少爷 你怎么了 不知为什么 最近右眼跳得厉害 莫非家里面出事了 是不是卫央出事了 少爷 二小姐如今是安平县主 又有那个君陶宝护 她能出什么事啊 是少爷想多了 少爷 我们到镇定了 我们早点办完事 早点回家 好 准备一下 出发了 好 好 白芷 你一定要坚持住 就算只有一线生机 我也不会放弃你的 来 吃点东西 好 好 白芷 怎么样 小姐 你还好吗 我怎么能让小姐照顾我呢 这可是用这奴婢的福啊 你先别起来 快点躺好 先把身子养好 我再给你喂点吃的 小姐 小姐 你的手怎么样啊 都是白芷无脑 没能好好保护小姐 我没事 不许过 来 快点好起来 你多吃一点 把身体养好 才能快点好起来 谢谢小姐 小姐 听说赤芸夫人身体爆样 现在可好些了 多谢娘娘关心 母亲已经好多了 那就好 到我们这个年纪 三天两头的就出毛病 不服老那是不行了 娘娘不会的 娘娘风华正茂 永远都是这么年轻 好 长乐每次来 总能让本宫开心 哦 对了 秋仪 把上回皇上赏赐的香料 赏与长乐 谢娘娘 哎 好 对了 秋仪 今儿园子的花开得好 陪长乐去逛逛 哎呀 我也乏了 回去歇着了 高阳王殿下 我去拜见高阳王殿下 拜见高阳王殿下 拜见高阳王殿下 上次长乐一事糊涂 出言顶撞了殿下 还望殿下原谅 这件事情唯有不对的地方 如今长乐姑娘能想明白 不再纠结于那些 毫无意义的往事 我也就放心了 长乐姑娘怎么来了 是太子妃娘娘得知家母生病 传臣女前来询问 尚书夫人身体还好吗 谢殿下关心 母亲已经搭好了 好 好 这是什么 臣女不知该不该说 这事关家丑 臣女本不该说的 可是殿下询问 臣女不敢隐瞒 这是二妹最珍视的东西 是 这是二妹以前乡下情郎送给她的 二妹一直都把她收藏得很好 后来被发现母亲怕影响她的规御 所以就收了起来 我知道二妹非常珍惜 所以就从母亲那儿偷了出来 想要还给二妹 可是一时忘记了 所以就带来了此地 污了殿下的眼 还望殿下原谅 羔羊王殿下知道李渭央和人暗通款取 一定会对她死心的 奴婢看殿下与长乐小姐相谈许久 很是欢乐 你是说她们相谈甚欢吗 奴婢看得再明白不过了 果然俊儿喜欢的是李长乐 这样事情等于成功了一半 只要俊儿娶了李长乐 就等于得到李尚书和赤云家两大助力 这对于俊儿来说 真是莫大的好处 这分明是我的膳子 李未央啊李未央 如果你真的对我无情 那为何要将我的膳子留在身边呢 这是二妹最珍视的东西 这是二妹以前乡下情郎送给她的 到时候我把膳子拿到你的面前 我看你怎么否认 我看你怎么否认 剩下情郎 情郎 这把膳子怎么会到了李长乐的手上呢 这事有点不对劲呢 难道维扬出事了 殿下 殿下 有一个丫头悄悄交给我一封信 吃飞 非恶真的出事了 啊 殿下 是吧 微臣恭迎高阳王殿下 不知殿下突然驾到 有何急事啊 尚书大人免礼 无非听说尚书夫人 身体抱恙 特地让我带着 刘太医过来 给夫人看看 尚书夫人呢 殿下 这边请 好 求夫人 让我见见卫央吧 不是都跟你说了几遍了吗 卫央身患恶疾 老爷下令将它关起来 不许波及到家中其他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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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